來玩這款遊戲 刺刀少女 創個名稱 這個妹子好漂亮啊 好像是像素表現的是不是 前進凸刺 咬咬咬咬咬 原來還有槍 然後他又可以砍拼耶 好笑喔 這個妹子好兇喔 出席率 每日登陸 還有什麼欸 我看一下喔 審查是什麼啊 這幹嘛的 狩獵怪物 來我們把任務做一做吧 我們升一下吧 這樣子 基礎的我就先升一升啦 任務5囉 狩獵10隻怪物 再來咧 挑戰 像素表現呢 還可以啦 BOSS兩三下就被打爆了 喂 你有看到胸前在地方害人嗎 槍手服裝 黑玫瑰服裝 各式各樣的服裝耶 啊他沒有預覽喔 遊戲部分也是比較偏向早期那種風格啦 因為他沒有Live2D嘛 是不是 啊 你先任務做一做吧 BOSS挑戰 先把他打勾 讓他去自動進行挑戰 那我現在還能做什麼啊 水瓶通過 這通勤是正的喔 正要花錢的啊 召喚裝備來了喔 欸 10 開始是白色的 第一次免費喔 全是白的啊 你老是卡克雷 槍 欸 啊這個槍不都長一樣嗎 呵呵 好啦 那做的隨便一點啦 衣鏈 衣鏈就是裝備的意思喔 我的劍啊 盔甲那些都還沒解鎖了 嗯 配件 衣鏈 他只要近距離的話 他會自動使用刀來進行攻擊啊 使用劍才對 旋轉 啊 囉嗦啊 這轉也是有點慢的啊 任務 應該不會讓我點到廣告吧 我很怕點到廣告耶 嗯 一鍊 好 好 SORRY怪物 這裡有四件耶 追隨者 這什麼 妹子也是挺不錯的啊 特點 好這邊第一次免費 還可以啦 十分鐘喔 好短喔 十分鐘而已耶 來這裡 來這裡 這裡就是 商店 那我看一下喔 啊 這套裝啊 一開始前面的套裝升到了呢 要590耶 問題是他這個畫得很不錯啊 但如果你是以角色的話 他是不是小小一隻啊 去廣告130還算是便宜的喔 這去廣告便宜耶 130而已 黑玫瑰套裝 這要450 人氣的喔 人氣服裝 是不是 算小額購買啦 BOSS3又來了 你看如果你買了套裝 然後人物小小一隻的話 其實也不怎麼樣喔 1-5 這邊還要等BOSS挑戰了 還有什麼內容嗎 我看一下 接下來感覺到怎麼沒什麼內容的啊 就玩個幾分鐘而已 內容就玩光了耶 玩家達到35級才會解鎖這個喔 我現在幾等啊 我不知道我現在幾等耶 槍枝召喚 這什麼啊 技能啊 槍枝技能召喚耶 哪一個是跟他技能出現在 太好了 裝備所有技能 燃燒彈喔 劍技可以嗎 哎呀我這技能這樣子 一個技能 太少了啊 我想說 這次是我那個技能啊 那除非我要開很多技能格耶 很可惜啦 他這樣子技能不夠豐富啊 頂多只能塞幾個 二四六 頂多塞七個小技能 但是我有槍劍這兩種耶 想說如果各六個的話就很秀了 是不是 劍技好不好 第二個出來囉 這是我劍技 可以開自動嗎 啊 啊我們用一下劍技啊 喔 穿過去耶 啾啾啾啾啾 兩個技能都有了 好啦有看到技能就行了啦 裝備被動技能 這就是被動技能了 看不到吧 那就無所謂啦 自動 技能自動打開了喔 他就開始在那邊打起來了 那那那那那那 槍法 不是啊 欸我們換這個好了好不好 啊 instagram 第三個雅咧 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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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行砍P的时候就有锈道了 打BOSS 来来来 打BOSS 靠近我啊 我要用剑技打爆你 哇 他还被我击飞喔 召唤 剑技 有没有什么顶级剑技啊 我同仁呢 我怎么感觉好像都长一样的 啊有啦有啦 正常攻击力是不要看了来 全部都是剑技好不好 我们全部都用剑技 BOSS 战 三大剑技 开射 开杀 有点笑啊 啊 整理的玩法就这样了 喜欢的话就下转弯看看吧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